閉著眼睛 1 2 3 1 2 3 你看結束了 很厲害 很厲害 可以數看看 閉著眼睛 1 2 3 開始 1 2 3 嗨 大家好 我是滾爸 那今天是 今天是滾哥跟滾妹施打疫苗 但是我還在玩史萊姆 對 剛起來而已 然後 因為昨天有施打莫德納疫苗 有很多人會針對莫德納疫苗這一塊 他的那個症狀 會很害怕 好痛好痛好痛 對阿我先問看看 看著我現在用到就有點痛痛 對阿昨天昨天我們 大概八點多快 八點多快九點 打的疫苗現在隔大概 大概有 十二小時因為現在已經九點多了 好大聲喔 那今天有讓他們睡多一點 但是哥哥先很早就起來 我們先看一下 小朋友的症狀是怎麼樣 來我先看 不要碰到 妹妹妹妹妹妹 不要碰到 喔喔 好痛喔 這裡 你好像碰到了 我衣服先看而已 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紅肿 但是你摸旁邊 它都會很痛 那你除了痛它有哪裡不舒服 我不要摸我 你除了痛它有哪裡不舒服 沒有不舒服 會不會看他有沒有發燒 這樣現在摸起來好像很好 本來我就很溫暖啊 真的哦 而且我每次冷的時候不要緊張 哥哥咧 哥哥早上起來會頭暈嗎 會 會頭暈 有一點 有一點頭暈 大頭抱心情 現在好像還好 我們不要量體溫 這裡咧 皮膚棒哦 是看不到有紅紅紅 這樣子會不會痛 只是不舒服 就酸酸那種感覺 酸痛 這個疫苗就是比平常我們打的什麼 流感跟那個兒童疫苗 就是之前什麼 不管是從小到大的疫苗 好像比較 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而且 而且 而且它 它是痛很多天 而且那個流感疫苗 是一天就好 對 我們今天才在開12小時而已 就睡一睡一個覺 那我們又準備這些水 然後有加 為什麼我的比較深 加維他命C啊 為什麼我的比較深 因為就是要多喝水 多休息 然後會多補充維他命C 所以我們有準備 讓他們今天 明天 能夠多喝水 為什麼我的比較深 我不知道 可能是 是不一樣的那個 它是櫻桃還是綠 OK了 對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來弄 媽媽應該是 水蛙本身的顏色不太一樣 對 我們來量 我們來量體溫吧 我們量體溫 好可憐 對 阿妹的量體溫 如果我是49 我最有的是3.19 35.8 所以基本上這塊體溫是OK的 換哥哥換哥哥 好我是學醫生 好吧 我以為是在葛洛莉量體溫 而是34.9 換哥哥 很高嗎 低啊 36.4 是 所以現在體溫基本上是正常的 那我們在觀察啊 看明天的狀況怎麼樣 如果我明天直接發燒咧 不 那就很厲害 就要去帶去給醫生看啊 醫生說 如果兩三天都一直高燒不退 就是要趕快去給醫生看 拜拜 對 我們是先 那醫生會怎樣 我們 醫生會趕快幫你們處理啊 打完以後 到現在就是手臂 然後哥哥說早上起來有點頭暈 阿妹妹就是說 他妹妹是很累想睡覺對不對 沒有 你昨天打完是不是回來想睡覺 對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好 那我們再繼續觀察 是第一天 看今天狀況好 差不多 或怎麼樣 第二天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莫德納的兒童疫苗的狀況 那我們先這樣吧 嗨 大家好 我是滾爸 今天是滾哥他們打疫苗的第二天 就是睡了第二個晚上 那最近的狀況是 都還好沒有發燒 非常好 我看一下哥哥 哥哥的那個疫苗的那個位置 我看一下 看一下 還會痛嗎 不會了 不會喔 非常好 那你這樣摸會痛嗎 本來剛才我在跟哥哥打遊戲 那你會頭暈嗎 還會像第一天一樣 不會 不會喔 就像正常一樣 那我們等一下量個體溫 那你呢 我記得你昨天說很痛很痛 因為呢 這樣子會痛 那現在呢 這樣子不會痛 昨天會 我看一下 不要碰 我碰 我們來看 看山口 還在 這樣子勒 沒有紅 沒有紅腫啊 只是說 滾妹比較明顯是 放下來 會比較痛一點 那你會頭暈嗎 不會 會發燒嗎 不會 我們等一下量體溫 量體溫 好 我們來量量體溫喔 先從哥哥開始 你弄迷迷 你弄迷迷 366 36.6 好 我們看滾妹 來 耳朵耳朵 露出你的可愛的小耳朵 好 不動喔 你會 你每次都用 噢 噢 你直接塞進去 你要把我炸完水 這樣才準啊 給我挖出來是嗎 這樣才準啊 所以36.5 然後大概講一下就是 只有第一天 第一天滾妹比較想睡覺 第一天晚上 回來的時候就想睡覺 然後 手臂的時候兩個都很痛 然後 隔一天 隔一天的時候 兩個就是手臂痛 那滾妹比較明顯 那滾哥一大早起來的時候就說 他說頭有點暈 然後後面就還好 所以整理來講的話就是很簡單就是 一開始症狀會比較明顯 他後面就還好 可是 醫生說他一直喝水 你們有多喝水嗎 有吧 還是有喝啊 有嗎 有沒有 你們有喝水嗎 阿妹有喝嗎 有吼 就大家都有喝水 那我們這邊先跟大家說一下 大概 症狀有這些 就是 如果說 爸爸媽媽帶小朋友去打莫德納的話 YES 出來了 基本上是不用太擔心 只是說手會比較痛 我們去上課 這是基本的第一劑喔 可以 買了嗎 那跟大家說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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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